说到谢霆锋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就算是没有看过他拍的戏 也都听过他的名字吧 因为父亲是谢贤 所以谢霆锋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备受瞩目 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个新二代究竟能在圈里撑到什么时候 但他却在圈里闯出了自己的世界 在谢霆锋刚满20岁的时候 和天后王妃的事迹牵手打响了娱乐圈姐弟恋的第一炮 当年的王妃是当红歌谈天后 谢霆锋则是人气小生 相差11岁的姐弟恋 公开轰动一时 放现在估计没几个明星感了吧 就是这份勇敢和坚定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谢霆锋 后来的谢霆锋和张博之成家立业 即使因为张博之的照片门事件而被大喊绿巨人 但他依然无怨无悔地站在张博之身边 也是这份对妻子的无条件信任 让更多人欣赏佩服他的气度 也是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就连巨型杨幂也都会被他所感动 杨幂也是从迷昧一步步地靠近谢霆锋的 早期的杨幂一直狠花吃谢霆锋 他还自爆自己的房间都是谢霆锋的海报 非常痴迷于他 很欣赏谢霆锋闯荡娱乐圈的态度 所以杨幂喜欢谢霆锋那是人尽皆知的事 就连一同合作的冯绍峰都知道 还吐槽杨幂总在片场念叨谢霆锋的名字 不得不说大秘密自己喜欢的完全不会避嫌呀 当然杨幂也是众多粉丝最羡慕的一个 从迷昧蜜蜜变成了好朋友 被称为追星最成功的粉丝了 而且杨幂还和谢霆锋合作过 甚至还拍过吻戏 这样的粉丝谁不羡慕呢 而在后来谢霆锋邀请杨幂来到他的风味节目时 也是大夸杨幂现在身份地位的飞升 但杨幂依旧保持对影视的热爱 这一点很难得 看来有着共同热爱的目标的人都是惺惺相惜的 有一次杨幂问谢霆锋 你当年为什么不娶我 谢霆锋下意识反应 谁点得住 谢霆锋也是很娇羞 但还是给了杨幂一个大大的拥抱 杨幂真不愧是大家的追星教科书 和谢霆锋同框太多次了 而且还一同拍过电影 亲密戏吻戏也都安排上了 真不愧是人生赢家 但其实杨幂一直是把谢霆锋当成自己的榜样 绝对没有过非分之想 这一点也是多次澄清过了 谢霆锋也是很无奈地澄清过 表示两人都仅仅只是好朋友而已 所以网传他们在一起的消息都是造谣的 现在谢霆锋和王菲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前妻张博之也是大方的祝福他们 而杨幂的前夫虽然已有新欢 但杨幂自己似乎对感情还是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只想要好好的一心搞事业就好 杨幂在圈里也一直都有女强人的称呼 希望她也能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霆锋 好